台北市内湖区一台电动机车行驶到一半 突然没有电停在马路中间 害得后方骑士来不及反应追撞上前 而电动车的车主自己突然停下 火气还很大 呛后车的骑士说信不信拿刀攻击你 甚至还失控动手打人 受伤的骑士也已经提高伤害 马路跑两台车疑似发生擦撞 只见前方骑士跳下车理论 两人在街头扭打成一团 骑士甚至把对方拉扯到一旁公园 行车周分就发生在台北市内湖区 后车骑士黄先生被打到全身多处 擦错伤时的又气又无奈 当时前方的电动机车因为没电了 突然停在马路上 他根本来不及反应 质疑对方骑停很危险 没想到电动机车骑士 理直气壮回应车子没电又不是故意的 更反呛是你撞到我耶 两人当街爆发口角推进 我都没有本手 客人感觉是没有 他说他就是我找不到他 就是语言从车我 你先去我会拿刀砍你 他说你刚刚不是很假 你就会拿你的 目前后车骑士已经提高伤害 毕竟当时正值上班时间 车流量大和难保持安全距离 要是真的追撞酿成车随也都愿意赔偿 不过对方骑停还没厘清赵泽就动手打人 就算原本有理这一拳打下去 恐怕也变成理亏那方 接下来到黎明州台北采访报道 感谢观看